关注鲁鱼大体的你家爱豆天天上榜能学的吧 不知道 假正经 在遥远的上上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人罗伯特·科尼利厄斯 开启了世界上的第一张自拍 呀比 之后这种机场呢 就飘原过海传入了神秘的东方 从此东方的大地上滚动着自拍界的三大神兽 这个自拍啊 能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状态 明星微博咔咔自拍一发 热搜狂狂的就算啊 但逗明星这个自拍自主啊 哥胖有圈儿 那谁会被拉黑 谁就能被特别关注 哎自拍是啥 那就是为了展现颜值的美 要想拍好看 首先角度很重要 最怕的是啥 不到角度 随便拍了根本就不变角度 哦 那最不爱找角度的是谁呢 说来听听 最爱的就咔咔正面怼大脸啊 一张照片只有五官的 冰冰 冰 安 安 当当当当 抗烟呐 抗烟呐 就这种我的照片里 只能有我的自拍啥感觉 大眼睛白皮肤 美 妆容 精致 但大头照看多了吧 有点头晕 那比不爱找角度更可怕的 就是找不准角度啊 啥后果呢 轻者看起来不像自己 重者 那就是 尸偶 你就看李庆啊 在电视剧啊 什么活动上啥的 妥妥的美少女啊 自拍里啥呢 这样 这样 安的 这样 天哪 那工作室里边都劝了 亲哪 你别发了 人家自拍脏粉 你自拍要命啊 让我死还不成吧 不要这样 女明星自拍啊 那还要脸 钢铁直男自拍 那都是要命啊 她 是阳气男孩 清醒自然 是她的底气 她 是乒乓男孩 迷离的眼神 是她的魅力 她 是阳光男孩 我的笑容 就是我的姿态 她 是极无意兽女的梦 哇 自拍的世界里 Fantastic 看到没 就这角度照的 你的全世界 抱歉 我不想路过 别再折磨自己了 答应我 角度找不好 颜值受影响 表情不控制 那就变魔性了 很多人自拍 那都知道 自己哪个表情最好看 然后呢 咔咔咔 一百张自拍 那就往朋友圈甩 那都一个样啊 甜美小花照顶 自拍的密集 这些就是 嘎笑 从春秋嘎到那个东西 下窝 就给你看 有什么不一样 我最爱你下个石头 我身边也有这种朋友啊 明明都是同一个表情 还要让我选你着最动人 我不想知道 还有这个武力 风风和千禧 一个微笑 一个严肃 欢迎大家来找他 就这拍照成衣 你放在朋友圈 你还想要点赞 你以为你很帅吗 姐 那表情是功能又是啥 然后呢 来 上比赛圈两大温斗射手 自己拍和别人拍 带动别人一起拍 我 对方拒绝点赞 比水分挖黑 再见 那说了这么多自拍小types 那咱们现在就来看看 真正的好自拍 对大脸 永恒45度 什么胡声道个的磨皮 一转用小贴纸 我不想你为人称道的美丽 布满PS的痕迹 那就想怎样 自拍 看起来当然 自然最重要了 不要凹 不要把重点全放在脸上 环境要多变 你看陈女涵 那用各种表情来感染 就算是素颜 那也有元气 欧阳辣辣 咱似的是 滤镜的正确打开方式 滤镜追求的效果 和裸装是一样的 看不出你哪里美 但就是在偷偷用力啊 郭采杰用小道具 放在自己的武关优势 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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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最后一个 那可以开班教训的 陈伯宜 演示游戏 会用道具 环境加分 质感滤镜 明明是自拍 丝毫看不出 他们凹杆拉尬杆 反而觉得文艺又有体 为什么呀 人间那是全套组合出击 好耶好耶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好了 今天就理智到这 转发并爱得出 你身边自拍效果 最清晰的朋友 阿国就他的相似溜达溜达 万一真的很好笑 我会发在明天的节目中 就这样 我现在要拍自拍给你们了 拍完了 这就是我的自拍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 节目微信 做一个不无趣的人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 节目微博 观看节目 听腾哥给你 理性讲娱乐 给你